另外搶箱機要動腦筋啊 如果去這家餐廳吃飯 它非常特別 在南投市的鐵板燒店 你去吃飯 只要大人唱軍歌 小孩唱兒歌的話呢 鐵板燒一句一律 都是這個半價的優惠 吸引了很多現在在當兵的 阿兵哥來報到 為了半價大家都拼了 為什麼呢 有這樣的噱頭呢 原來開鐵板燒店 是一位退役軍人 中氣十足唱起九條好漢 在一班熊啾啾氣揚昂 這可不是在軍營操客 而是在鐵板燒店 一三明治一位跟進 三心心劍如天 三鵝斷鐵成一滴 哎呦 這位老兄 你也太害羞了吧 這些身穿軍服的阿兵哥 手拿一個大碗立正站好 唱軍歌的對象不是班長 卻是老闆娘 老兄弟弟打工 有有通過嗎 有有通過 優待半價 老闆娘一聲令下優待半價 阿兵哥才歡天喜地的拿起夾子 夾了滿滿的一碗弓 才心滿意足 店門口寫著大人唱軍歌 小孩唱兒歌 鐵板燒一律半價 那你老少全都來報到 軍歌不會唱沒關係 還可以拿起口琴 用吹的照樣過關 原來鐵板燒店的老闆 是職業軍人退伍 很懷念軍旅生活 才會有這樣子的愛地 也滿懷念在軍中裡面的一些同袍 為了回饋軍中那些同袍 所以說我就活動 創意點子半價優待 擠滿了一堆民眾錢來嘗鮮 陳氏軍人的老闆看到同袍 大聲唱出軍歌 也彷彿回到了軍營一樣 讓他好懷念 週末新聞週大響南投報導